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边要按下摇杆进行两段冲刺的按键设定 无论是对手柄还是对大力的手都是一种摧残 他说他的手汗量超大的 因此建议大家可以在游戏时准备毛巾和纸巾进行擦手工作 以备不时之需 另外 昨天在各大社交网络和论坛上 国行PS4的包装盒被曝光 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 国行包装盒上标注了纸巾型号 CUH-1109A来自上海自由贸易区 时鲁十年PlayStation主机再度归来 老文章有没有老类综合呢 好了 今天的小贴士和小感动就是这些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很劲爆的新闻吧 小小大星球三角色宣传片公布了 今次麻布仔的新伙伴一下追加到了三个人哦 并且每位伙伴的能力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让系列的Funboy是完全受不了了 这次的三位伙伴呢 分别是大个子 小猴子和鸟人 大个子体重非凡 可以凭借自己的尸体优势触发机关 同时呢 还能变成超小版 小猴子呢 能够进行敏捷的登场跳跃 大概它的师傅是马里奥和索隆吧 而鸟人就厉害了 飞行的能力呢 可以让很多关卡呢 变得异常简单 在PS4缺乏合家欢游戏的现在 能有这样一款适合亲戚朋友学孩子 一起玩的游戏也是大大的好呀 大家还记得小岛修复之前 拿季竞领PTdemo到处吓唬玩家的事吧 游戏圈呢 这帮人就是一个挑头众人跟风 这波三上真思干脆躲了个百人团 用自己开发的恶灵附身吓唬他们 以此为日版进行宣传 但相较于小岛的恶趣尾 三上这实验可严谨得多 甚至动用了专用的唾液淀粉煤检测设备 目的呢 就是要证明恶灵附身的恐怖体验 更胜于惊悚电影 首先 一百位普通民众 被安排观看惊悚电影爱好者票选出的 最恐怖影片 观影结束后呢 对唾液淀粉煤进行采样 随后再被安排试完恶灵附身 结束后呢 再次采样 结果显示 试完恶灵附身时 玩家的唾液淀粉煤分泌量 平均值是平时的 百分之二百一十一 远高于观看惊悚电影的 百分之一百七十五 期间 唾液淀粉煤分泌量呈现 持续上升的人数呢 也更高 这结果也不奇怪 毕竟电影再恐怖 我们也只是刚看着 玩游戏 性命可是捏在自己手里的 显然要紧张刺激的多啦 8bit风怀旧风格游戏 《荒野老城DX》将要重装 登陆PS3、PS4和PS Vita了 本作是PS Vita版本的加强版 游戏不仅在特效、任务平衡度 武器种类等方面获得了大幅进化 还加入了缩放模式 接近模式 以及各种疯狂的玩意儿 不过大家也知道 这样一款完全回归FC世界风格的游戏 是不能用现在对于游戏的眼光来看待的 有些玩家会觉得 这样的游戏出在PS4上 完全不知道意义何咋 但是大家要清楚 游戏的目的就是让大家获得快乐 而不是拿来比画面、比机能的 这好像小时候玩的跳皮筋 大家还要比谁的皮筋粗 谁的皮筋结实吗 大作狂潮中的一艘小船 愿原力与它同在 由BAN DYNAMCO GAMES开发 改编自超人气特色系列的动作游戏 假面骑士 天幻起兵 近日公开了第二代宣传片 尽管本作是一款粉丝上游戏 但却有一套特殊的能和游戏联动的外设系统 玩家只要将手办放置在 象征召唤之门的台座上 假面骑士就会在游戏中的 水晶世界登场 放置的手办属性不同 登场的假面骑士也不一样 玩家需要以此开放各种观察 对付不同属性的敌人 除手办外 玩家还可以在召唤台上 放置各种芯片 用强化芯片强化角色 用同伴芯片召唤援助 不同芯片可同时放置 效果叠加 玩家也可以通过放置多个角色手办 来实现多人同屏游戏 另外玩家对角色强化后 数据将被存储在手办中 相当于该玩家真实的艾迪卡 本作将于12月4号登陆PS3和WiiU平台 游戏套装包含一份游戏本体 三个手办 一个召唤台 四枚芯片 怎么样 是不是相当有意思呢 这就是游戏的next generat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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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的出手呢 以上就是今天 我们为您精选的游戏资讯 接下来又到了 我和大家互动过时间了 昨天大利民上节目 存在感都那么的强烈 不知道今天小伙伴们 又有哪些有趣的回复呢 我就想说 Just one thing 我应该表扬 群众们都有一声 贼亮贼亮 专找亮点的眼睛 还是你们大家的关注点 都太奇怪了呢 还让不让好好上节目了 办公室里抢签的东西呢 也为您太多了吧 喜欢黑色的浮华兔同学表示 要围观画面左下方的 娃哈哈巴宝州 嗯 我今天就换了黑色 那个白色 还有你不是说我都没有注意 那巴宝州居然已经出境两期了 尽管不是我的 但是再抢签 我就准备把它送给你了 赞尼尔同学 除了巴宝州 还注意到了我身后 靠死思想者的小哥 你们是想把游戏前夜 搞成一当大家 一起来找茬的综艺节目吗 上述两位开小叉的同学 请一步到走廊去发展 先同学 夜魔夏果粒 对FF15寄予了无限期待 不容易啊 终于来了个认真聊游戏的 最终幻想15都已经等了七年了 天呐 七年 盛大一提 明年北美上市的最终幻想灵世中 将附带最终幻想15的10万demo 买demo送游戏 太有诚意了 凉234512同学 不仅没能上电视 而且还没有闯到沙发 于是准备把怨气 都撒到大力身上 这种做法呢 是值得提倡的 再说大力吧 还没让你虐到 估计呢 就先让网络延迟虐到 口吐老血了 你下手轻一点啊 龙 呃 苏几说 每次都觉得 女主持人像胡一飞怎么破 这个狗 最近已经没有什么人再提了 我还以为就此会销声匿迹 我们这儿还有什么 口袋曾小贤啊 烹头鱼板 王宝强啊 都已经加入了豪华午餐 好一阵子了 口味不一而足 谁才是你的菜 谁才是你的优乐梅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是这些 要是大家还觉得意犹未尽 那我就再讲一个鬼故事 给大家听好了 听好了 就是 今天才礼拜二 这好像不是什么鬼故事啊 是个笑话 如果你还是觉得不尽性的话呢 就请继续回贴 参与讨论 和我们分享有趣好玩的事吧 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聊个购 如果您想了解最新的游戏资讯的话呢 请持续关注 A9微信论坛和新浪微博 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i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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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the fuck which one oh m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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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SHEuating oh my god oh yes what what Damn You're a boss Take this Whoo Come on Back up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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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Hey Hey You're next You ready? 3,2,1 Oh my god Come on Oh my god Oh my god My god D navissimo D D 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